有民主和建制政黨反映未能拿到足夠提名參選區議會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強調政治光譜沒有收窄 提名機制只是為排除反中亂港的人 區議會選舉一共有399人報名參選 有民主和建制政黨都未能拿到足夠的三會提名未能入閘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強調 新的選舉安排之下區議會仍然由不同專業和背景的人士組成 實政原卓田北辰提出至少一半的三會成員不可以有政治聯繫 麥美娟說要澄清政府委任的三會組成多元 在我們的三會裏面是政黨有政黨背景的或者是政黨成員的 是十幾個百分之一 其實絕大部分是沒有政黨背景的 絕大部分是地區裏面的一些機構或者一些校長 或者是一些業主黨法團的居民 那為何你開了這麼久會整年會 你都不認識你開會周圍的人 其實是否你在做工作的時候 你都沒有想過我要認識在地區裏面各方面的人 你自己做我已經做了這些就夠了 做我自己的東西 其實我第一強調的是凝聚力量 他又說今屆參選的人挑戰更大 因為不再是吵架 政綱如何設合地區市民的需要 如何令市民覺得 你說的東西 你說的東西 真是我想要的東西 這其實是一個考真功夫的時候 手是不可以不騙的 人是一定要見的 他又相信 選民一定會監察區議員上任之後的工作 無線電視機就在鍾冊希報道